这个星期天24号就是全球穆斯林欢庆的开斋节 每年的开斋节都会落在伊斯兰利的10月1号 庆祝的是穆斯林经历了一个月的斋戒圆满 开斋节除了是公共假期之外 我们对它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呢 今天在Newsbook节目当中会带大家来看一看 我们的采访团队在市中心进行了抽样访问 听听民众怎么说 虽然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种族社会的国家 无论是欢庆华人农历新年开斋节 又或是印度人的图腰节等等的节庆 全国人民都会一同欢庆 不过对于各道种族的传统节日 例如即将来临的这个开斋节 你又知道多少呢 这个来月我知道我看也是庆祝新年 它的历史我没记得了 没记得清楚 没记得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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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斋节不是穆斯林的新年 它是信徒庆祝斋节月的结束 成功战胜自身欲望 当天穆斯林会做天课也就是布施开斋节 《Zakat》是帮助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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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Zakat》 这个是Raya,不是Niyah的 Niyah的不同,Raya的不同 Muharram的Niyah,我不懂得禁止 穆斯林新年落在伊斯兰利一月 即Muharram,是被禁止的意思 这个月严禁任何打斗级战争 最初是纪念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 这天从麦迦逃亡至麦蒂娜 开斋节常听到Slamat Hariraya Idilfitri 代表反普归正的意思 了解了开斋节的意思后 以后千万要记得 不要再把伊斯兰利新年和开斋节弄混淆咯 麦大爱,李婉俊,罗果葱,吉隆坡报导